好,那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根呢 我们再重复一下,往前 上个礼拜,应该是上个礼拜 然后我们讲到这个根的生长,对吗? 营养器官的生长,这个部分是根的部分 讲用心 OK 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讲过了的 所以我们快速的重讲一遍 我们的根的部分呢,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四个部分,哪四个部分呢? 是这个根关,分身区,还有这个生长区 还有根毛区 由下到上,根关,分身区,生长区跟根毛区 那根毛区呢,它也叫做成熟区 那主要吸收水分呢,就是在这个根毛区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常考的啦 然后这个分身区呢,是分身组织 所以它会不断的进行细胞的分裂 OK 至于哪一个部分的细胞体的体积啦,形状啦,等等的 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说应该在初中阶段没有这么重要啦 初中阶段我们只是强调说这个根毛区呢,是负责吸收水分的 OK,那这一段呢,你稍微的看过一下 然后呢,根的作用呢,是顾着吧 应该是顾着,支持,吸收,运输,还有这个储藏的功能 好,然后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个植物呢 它的根全部结合在一起,我们叫根系 那根系的话呢,它是有分成两种类,两大种类 第一个叫做直根系 然后直根系呢,它是有明显的组根跟侧根之分 你会看到有一根呢,是特别茁壮,特别粗的 那个我们叫组根 那其余的会比较细的话呢,我们就叫侧根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虚根系 另外一种叫虚根系,然后你会看到呢,它没有组根跟侧根之分 因为看不出来它的哪一个是组根 没有说特别的有一些根是比较粗壮的 好像每一个都是一样的粗细程度 所以这一种呢,我们就叫虚根系 那通常虚根系呢,是单子叶植物 然后直根系呢 这个叫直根系 它叫,它是双子叶植物 OK,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上个礼拜有稍微提过了 OK,所以还有的就是,还有什么重要吗 嗯,好像没有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牙的结构,还有它的发育 那这个牙的话呢,我们 哪一个部分是牙呢? 它的这个最顶端的部分呢,我们就叫它牙 然后呢,是这个从胚牙那边发育而来的 好,那牙呢,它可以分成顶牙和侧牙 这个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位置来区分的话呢 最上端呢,我们叫顶牙 而往横发展的,我们就要做侧牙 好,那但是如果 这个是它讲在顶端的,对吗? 在顶端,主干顶端的 或者是侧枝顶端的,这个叫顶牙 然后主干侧面,或者是侧枝的侧面 它就叫侧牙 OK,所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要修剪的这个树啊 有时候是,如果那个树已经太过,太过大棵了 然后你就要开始进行修剪的话 那你就要,有时候你要控制 如果说,哦,它往上,它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可能是有屋顶了,要撞到屋顶了 所以你要控制它,不要让它继续往上的话呢 你就要剪掉它的顶牙 让它的侧牙打横,发展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顶牙跟侧牙呢 我们可以控制这个树木呢 要怎样去生长 再来的就是我们的牙呢 也是可以分 从它的发育结果来区分 区分成什么呢? 区分成枝牙 花牙跟混合牙 OK,什么是枝牙呢? 枝牙呢,就是会发育成 枝核叶的 花牙是最后会发育成花 然后呢,混合牙呢 混合牙呢,它是 可能会发育成枝核叶 可能又会发育成花 所以这个混合牙呢 它通常会比较肥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区分的方式 所以牙呢,我们是分成两种的区分方法 一个是分位置 我们可以分成顶牙和侧牙 另外一个是分 以这个发育结果来分 枝牙跟花牙 还有这个混合牙 OK 那这个图很重要了 这个图我每次也是记不太起来 所以它这个牙的里面 它就是在这个其中一个牙 它在里面放大 然后看它的这个横截面 这样子开过去了之后 里面的最最最嫩的部分 里面的最小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 它叫做顶端的这个分身组织 然后旁边一点点的我们叫叶元基 这个叶元基 再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的就是牙元基 还有牙元基 牙轴 牙轴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是右叶 你可以看到它像是叶子这样子的 所以它发展发展到 它其实就是在这边 好像小小的一个结构 它在长大了之后呢 它就会排去右边 排去右边 然后中间又在长 OK 所以这一个牙的结构呢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它的牙 这个什么叶元基呢 到最后 叶元基是刚刚出来的 然后过后呢 它就会变成了右叶 然后逐渐的再长大 OK 这个是牙轴了 然后牙轴呢 就会伸长 牙轴会伸长 OK 所以这个 这个结构也是 我个人是觉得蛮冷门 我觉得是很冷门的 这个东西 正式的考试 你讲说这个 同考来讲呢 好像收发都没有出过这个 这个牙的结构 不过这个牙的结构呢 在高中的生物呢 就会比较注重一点 然后校内的考试 好像也是很少出现 出过了一次的这个选择题而已 OK 所以这个是牙的结构 这个顶牙跟侧牙 你看到 两颗同样的是两颗 同样的一种类的树 如果你剪掉它的顶牙 你就会发现到它整个肥肥矮矮的 如果你去剪它的侧牙 或者是保留顶牙的情况 它就会不断的往上生长 往上生长 所以你会看到呢 如果你拆掉顶牙 跟还没有拆掉顶牙 它的结果会不一样 一个是又高又瘦的感觉 另外一个是又 又矮又肥这样 OK 所以这个是拆除顶牙的情况 OK 顶牙比侧牙发育的好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 我们叫做拆除顶牙优势 顶牙优势这样子 抑制侧牙的发育 但是呢 你会看到 为什么阿易有顶牙的时候呢 有顶牙的时候 它的这个树呢 自然的就会长得很高很高 然后它的侧牙也会 不会长这么多的 因为为什么我们 这个树呢 它好像有分主次之分这样子 那如果它有顶牙 它会优先给它 所以为什么呢 有顶牙的话呢 它就会不断的往上生 但是一拆除了之后呢 它打横的那边呢 因为有剩余的营养嘛 它就会提供给它们 所以有点像是什么呢 一个家庭 然后有孩子 有很多个孩子 然后不懂要给谁去读大学 钱又有限 通常呢 就会给那个大儿子 给了大儿子 其他的孩子呢 就没有钱读书了 是something like this 然后如果是说 大儿子成绩很差 一早就错学了 又没有上大学了 这样二儿子三儿子 就开始有机会了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这个人生当中 跟这个大自然 有点像 OK OK 所以这个是什么 顶牙优势的应用 保留顶牙优势 然后可以就是让它们 长得特别高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也是故事 你稍微的去看一下 好 被子植物的生长周期 有一些呢 它是长一年的 很像有一些 很像说什么 水稻啊 玉米啊 番茄啊 它是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这个概念 应该是出 小学应该有讲过了 它的茎呢 是很软的 你会看到 茎是有点 有点像草 这样子一拗就断了 这种草本植物呢 通常是比较矮小的 然后它的这个 生长的这个年 开花结果到死亡了 差不多在一年内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看到 如果你要很快速的 拿到收成 我们通常讲 你要快速的拿到收成 你就种这些 水稻啊 玉米啊 年头去种 年尾你就收成 然后它就死掉了 所以这种呢 是叫做 一年生植物 当然有一些是 我们叫 二年生 二年生 怎样讲呢 你看啊 这个萝卜跟油菜 它播的当年播种 它第二年才会开花 结果 然后结出种子才会死 所以这种是二年生 我们通常是区分的 一年生 二年生 还有再来的就是多年生 比如说这些桃啊 橘子啊 柳啊 它能超过两年的 我们都叫它多年生植物 OK 这个也不常考了 这种不常考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我们是有 植物呢 是有这样子来区分的 有一些呢 就是生长一年罢了 然后就会死亡了 然后你记着一些栗子了 玉米水稻 还有这个番茄 再来这个萝卜 是两年生的 油菜 OK 所以这些植物类 这些水果类 好像都是多年生的 感觉上那个植物 那个植物啊 那个树本身呢 一直都没有死掉的 它就是一直结果 然后又在长 又在结果又在长 所以它从种子 要到整棵树 可能要几年了 然后它一开始结果了之后呢 它就一直不断的结果了 不断的开花 又结果开花 又结果 整棵树呢 就保留了 通常这种多年生呢 就不会讲 不会讲说 这个植物呢 逐渐死亡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 OK 好 那这个是一年生的图 然后你可以画一下了 这个应该也不是很重要了 我们跳过 OK 一年生被子植物 经过受精 种子的形成萌发 然后 然后生 就会死亡 所以这个是多年生的 甚至到千年的了 所以这个我刚才有讲过了 然后 6.3就这样子 6.3老实讲 它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小节 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小节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笔记的部分 笔记的部分 6.3的 看一下 小麦的根间 我们分成四个部分 所以反而这个是很重要的 根冠 分身区 生长区 还有根毛区 然后这个是 它的结构上的不一样 所以你稍微的去看看过 它的区分 哦 全到了 OK 什么体积大啦 不规则啦 体积小啦 这个是 啊 等等等等的 自己稍微的看一下 重要的是 分身区的细胞呢 是有很强的分裂能力 所以它会不断的产生新的细胞 OK 所以它是生长的关键部分 再来的就是我们的根系呢 分成了直根系跟虚根系 两种 OK 然后我们的牙呢 就有分成顶牙和侧牙 这是根据位置区分的 再来的就是根据发育结果的话 我们分成枝牙 是枝核叶的啦 花牙变成花的啦 还有的就是混合牙 就是可能是枝核叶或者是花 然后花牙跟混合牙呢 通常会比较肥大 这个图 要知道页元基呢 后最后 过后呢 它会变成这个优页的 然后还有的这个顶端的分身组织 顶牙呢 它会不断的进行分裂 然后当然还有的就是这个牙轴啦 牙轴的部分呢 它会不断的生长 那就这样的了 就这样的了 OK 所以没有啦 6.3的部分就大概是这样子 6.4就很重要了 6.4 6.4是花的结构 花呢 是我们的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 我们每次有讲一个笑话 你送花给女朋友 就是送植物的这个生殖器官给它 感觉怪怪的 OK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花呢 的结构呢 开了花过后 它就会结果 结果它就会产生种子 然后就会生到下一代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个花其实是植物的生殖器官来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尽管那个形状大小颜色多种多样 它是很多样化不同不同的 但是呢 它分成的那个部分的那个结构 大致上一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花是大红花 这朵花是大红花 这个大红花不是很标准 不过我们看一下 它上面的这边有柱头 这边有花柱 这边有花式跟花药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它是花式跟花药 还有的就是花斑 花斑这里没有 有啊这里花斑 然后鹅片 鹅片是有青青色的 青青色在最底部好像 好像好像用什么用途这样子 然后在下面的部分这样子 吐一点点罢了 这个花柱的最底部呢 有比较厚圆圆的部分呢 它其实这个呢是脂肪 脂肪里面有什么 脂肪里面呢就有胚株 所以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会受精 然后就会变成脑极果实 然后这个结构呢 就会变成果实 OK 当然这个大红花 它不是很典型的一个花的结构 比较典型的结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为了明年我们我们课本就这样啊 oh my god 这个课本有点少哦 这个结构啊 我们看一下笔记的吧 我们的笔记有没有很好 OK so 我再详细的讲一下 它各部分的 我们是要讲读 很多学生讲 哎呀老师这样子 这么多结构 我们要怎样去区分 首先我去区分成熊蕊跟磁蕊 就是熊性器官跟磁性器官 然后还有的就是 花磅跟鹅片 熊蕊跟磁蕊呢 就是它的生殖结构的 最重要的部分 熊蕊就是熊性器官 熊性器官 哎 熊蕊跟磁蕊都在同样的这个花上 是的 它很奇怪的 一朵花里面 它有男性生殖器官 有女性生殖器官 两个都在同一朵花上面 很奇怪的 OK 所以这个是熊蕊 熊蕊的话呢 它是有两个结构 花药跟花丝 哎 花丝跟花药 花丝跟花药 OK 过后呢 你的花丝是支持这个花药的 我们看一下 在这边呢 那一粒一粒的 我们叫花药 啊 那个一条线支持着这个 绑着这个花药的 我们就叫花丝 OK 称着它这样子 OK 那花药是什么呢 花药呢 它是产生花粉粒的 啊 花药是产生花粉粒的 然后 就这样子 熊性器官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磁蕊的话呢 就是磁性器官 磁性器官有三个部分 柱头 花柱和脂肪 在哪里呢 就是这一边 柱头 花柱 然后脂肪 当然包括这个 胚猪在内啦 胚猪是在脂肪里面嘛 不过它不算是结构之一 它是在脂肪里面的一个东西 OK OK 那就好像这个花粉粒 我们并没有讲是花的结构 纯粹是这个花药产生出来的 所以胚猪也是脂肪产生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柱头呢 就是这个花柱的顶端 这边会怎样呢 它会接受这个花粉粒 有点像那个阴道这样子啦 然后这个柱 花柱呢 当然就是支持着这个柱头啦 既然柱头 柱头在它的顶端 它就是支持着它这样子 当然在柱头呢 它是 柱头 是接受了花粉粒过后 其实它会有产生一条 一条管 通过这个花柱 然后去到那个脂肪的 所以脂肪呢 就是在最下面的蓬大的这个部分 里面有胚猪 里面有胚猪 胚猪呢 就会受精了 过后呢 就会变成了种子 发育成种子 然后鹅片是保护花蕊的 花蕊 保护花蕊 鹅片保护花蕊 花瓣呢 也是保护那个花内部的结构 还有当然就是引诱这个昆虫的 所以这整段其实都很重要 我几乎都是画完了 对啊 这里又有一个 这整段都很重要啦 如果换成了笔记的一个形式的话 你会看到呢 其他的花呢 是只有中间那个是柱头 花柱 还有这个脂肪 其他旁边 伸出来 好像感觉上也是一样的方向的 平时的花是这样的啦 往上这样子 很多很多根 那些呢 都是花药跟花丝 OK OK 所以一般上呢 都是这样子的 这种花呢 我们叫双性花 当然也是有一些特例的一些单性花的存在 不过我们读就是读这些比较普遍的啦 普遍上的都是双性花 OK 所以一整段是不是很难读 课本就是一大段很难读 所以我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的雄蕊包括了花药跟花丝 所以花药跟花丝 花丝的话呢 就只是花药 花药就是产生花粉粒 比较容易读了 对不对 当然这些英文字呢 要不要记 P3 PT3要考 所以也要记得 OK Stamen Filament 跟Enter 然后Pollen grain 但是这个你词典再去记它啦 OK 然后 雌蕊的话 分成三个部分 柱头 花柱跟脂肪 柱头是花柱的顶端 接受花粉粒 OK 然后 花柱呢 就是支持这个柱头 所以使到这个柱头呢 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来接受花粉 脂肪呢 是在这个花柱的最下端的膨大的部分 里面是有配猪的 配猪脂肪呢 它会发育成果实 在课本好像没有讲到这句话吧 有吗 有啊 脂肪发育成果实 这个也是重要啊 脂肪会发育成果实 然后 配猪就会发育成种子 这个也是要记起来 这个也要记起来 额片的话 保护花蕊 这个没有什么了 保护功能 最没有用的 这两个 花瓣 也是保护内部的构造 还有的就是 这个吸引昆虫来传粉 OK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看到 呃 虽然课本好像轻描淡写 这样子 放着一个 两面 放了一个图啊 这样子就 带过了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 在这个 呃 小节来讲呢 很多东西你要记起来 OK 很多东西要记起来 全部的名称 请你要去记起来 OK 呃 最重要当然是 雄蕊跟雌蕊啊 你可以看到雄蕊两个结构 呃 雌蕊三个结构 这几个结构呢 一定要熟悉 啊 一定要熟悉它 OK 那6.5的部分呢 我们开始要讲 传粉啦 对不对 这个花药产生了花粉 它要怎样传去 我们的花柱呢 明年再记也不迟 Oh my God 不能这样子哦 我可以跟你讲 明年你要记的时候呢 呃 很多东西啊 一次过呢 你就会很难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课 读书呢 就要一年一年读 啊 今年你要先去读一遍 啊 读一遍记一遍 然后明年呢 过了几个月 你要再复习 啊 不断的复习 啊 这样子你才会记得牢 啊 所以不要等明年啊 我跟你讲 明年你一大堆东西啊 怕你读不及 记不记忆了 OK 那我们看6.5的部分 我们的花药产生了花粉力 啊 然后呢 我们又有讲到 哎 这个柱头是接受花粉力的地方 这样他还要怎样从这个柱 呃 要怎样从这个 这个花药这一边去到柱头呢 你就讲很靠近嘛 哎 这个这个网上呢 就有点难了 哎 你就会讲哎 很靠近啊 好像如果另外一个这样子 啊 另外一个这样子 我直接从这里掉过去就可以了 了吗 风吹一下就到了 是吧 哎 但是呢 你会看到的是很多 很多植物呢 尽量不要自己跟自己交配 是啊 自己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交配 就有点 只会这样子 哎 这个 嗯 我们以前人呢 有一个讲法 就是什么 亲上家亲 就是跟亲戚的 啊 很像表姐啊 表表妹啊 什么 我们每次讲什么 咖咪 比如过 云冠 比如 这两个美食 就是一起的 这个 其实过后呢 从遗传学来讲呢 这个其实不是很健康的一个 一个 情况 哎 主要是什么呢 有血缘关系的话呢 他会有 呃 有遗传性的疾病的话 就大家一起有 啊 所以变成了 有时候呢 你 你可能是一个 隐性的一个情况 啊 但是 你又跟近亲结婚了 这些生下来的孩子呢 啊 可能那个 那个缺陷呢 就会凸显出来了 啊 所以很多这种 近亲结婚啊 哎 那个后代呢 好像的 呃 有 有很多 生理上的问题 啊 其实我 本身的一个 亲生的一个 经历啦 就是我 呃 呃 我的 呃 我的 呃 堂 堂 哥啊 呃 的父母 就是近亲结婚 然后他们是 呃 听不到了 啊 OK 所以这个是生理上的缺陷啊 等等的 所以尽量呢 在自然界中呢 他们都尽量要避免 除非逼不得已 啊 他们才会近亲的 这个 呃 交配 啊 所以不然的话呢 他们都尽量要找另外一朵花 啊 所以如果你想 如果这个的花粉 要去到另外一朵花的话 是不是远了 啊 远了啦 啊 所以尽量的 你不要想 哎 这边去这边很近 啊 你要想到的是 他们 想近方法 要去远一点的地方 找另外一棵树的 柱头 啊 所以就不简单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 哎 这样他们 要怎样去啊 啊 又没有巴士啊 啊 又没有汽车啊 怎么要 要怎样传呢 啊 所以我们就要借助 大自然的力量 啊 所以这个 简单来讲 我们的这个花药 裂开 这个花粉 就会传出来 这个花粉呢 要怎样传到这个 你看 花药里的花粉 以某些形式 传送到 池蕊的柱头上 这个过程呢 叫做传粉 啊 记起来 所以传粉的话呢 有分成 自花传粉 跟异花传粉 自花传粉 是自己跟自己啦 对不对 呃 就不是很好的 啊 异花传粉呢 就是这一朵花 跟另外一棵树的 花 进行 呃 传粉 呃 我们讲媒介 呃 我们先讲一下 介绍一下 自花传粉 是什么样的 情形 自花传粉呢 就是同一朵花 呃 这边其实是 不是很 对了 呃 花粉 落 成熟的花粉 落到同一朵 花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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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自花传粉 没有错 但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情况的自花传粉 同一棵树 的 另一朵花 的 瓷蕊 柱 头上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呃 呃 自花传粉的 啊 花粉 花粉 散落 呃 散落 在同一棵树的另外一朵花 呃 所以总之是同一棵树的啦 不一定是一自己的同一朵花 它可以是同一棵树的另外一朵花 也算是自花传粉 你觉得讲呃 自花传粉不是应该同一朵花才叫自花 呃 在基因的角度来看 你只要是同一棵树照理上你的基因也是跑不远啊 啊 所以其实同一棵树的那个呃 那个 情况呢 应该同一棵树还是同一朵花都好 它的情况应该是类似的啊 所以这一边呢 其实要加多这一句话 啊 这要加多这一句话 这个是pt3的话就会有写 在同考的话呢 我这本课本我就觉得说 你他 炒帅了 OK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们补上去 啊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自花传粉 一花传粉呢 一朵花 如果在另外一朵花的柱头上 嗯 这里也是炒帅的 应该要写另外一棵树的另外一朵花 呃 的 另外一朵花 另一棵树不是另一朵哈 我们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课本里面也要修改一下哈 因为他是真的不太好啊 不太正确了啊 strike away一朵哦 另一 颗 颗已经写了 哎 已经写了 另一棵树的花的柱头上 哎 大概是这样啊 可以啊 OK 这个要 呃 alright 就大概是这样啊 花粉落在另 一棵树 的花的柱头上 这个才叫一花传粉 OK 所以这边有点炒帅 一定要是另外一棵树 不然的话呢 同一棵树的 另外一朵花 其实他还是属于自花传粉的 因为在基因上来讲呢 他们是非常类似的 OK 那这两种形式呢 必须要分清楚 也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在呃 整个变异上面呢 其实都有一些的不一样 啊 自花传粉变异很少 啊 所以是对于这个呃 个体来讲呢 是比较 比较不好的啊 比较不好的 OK 所以尽量呢 尽可能呢 我们要找远方的啊 啊 来来来来 啊 传中期待 这样子啊 所以传粉呢 就是这个 呃 传粉是受精的 前提 所以他一定要把那个花粉 传到过去 然后他才可以受精 受精的阶段呢 我们此点再讲 所以呃 现在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要怎样 通过怎样的媒介 才可以尽可能的 呃 让他变是去呃 去到非常远的一些地方来传粉 所以大致上呢 我们分成三种类的 媒介 虫梅花 蜂梅花 还有水梅花 水梅花 应该一定都要在水那边的啦 所以水梅花呢 这个嗯 比较固定啊 哦 一定是在水里面 所以在陆地上呢 通常我们 如果在陆地上的话呢 我们一定是 问呢 他是水梅还是 啊 蜂梅 就是这两种呢 我们就是要进行比较 OK 那 虫梅花 呃 跟蜂梅花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例子啊 呃 虫梅花 呃 桃 风月 呃 什么 月季 月季 不懂是什么 菊 呃 油菜 呃 芒果 木瓜 凤仙花 等等 诶 很多人叫 诶 凤仙花 老师 凤仙花 不是那个自动弹 谈裂 那个自动爆裂那个是种子 记得啊 要区分清楚 种 传播种子 跟这个传播花粉 它是不同的东西 然后也有很多学生会混淆 因为他们很 很靠近 这个有用虫 那个也有用虫 这个有用风 那个也有用风 所以不要混淆 一个是传粉 一个是传种子 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目前这个阶段 我们是在讲传花粉罢了 ok 然后传花粉呢 我们不是用动物 我们是specific一点 我们通常是用虫 昆虫 有那些昆虫呢 比较普遍是蜜蜂 还有这个蝴蝶 因为他们会吸吸花粉 ok 所以虫梅花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虫梅花 我们通常就要吸引 吸引这些昆虫 所以它的这个 颜色会比较鲜艳一点 然后又要有香味 要有香味 它才会吸引到 然后还有的就是甜美的花蜜 这三个 你就要去记得 当然花瓣会比较大 也是 也是其中一个 花瓣要大 才可以 明显一点 但是在花粉上面呢 为什么它要 它要用虫梅 应该是它的这个花粉 非常大力 太重了 风吹它吹不走 所以它就要用虫梅 所以一般上这个虫梅的 通常会比较大力 比较大力 然后因为它要粘在这个 虫的身上 所以它应该会有粘性 所以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特征 三个是在讲那个花的特征 两个是在讲那个花粉的特征 OK 那再来的就是风力传粉的 我们叫风梅花 有哪一些呢 有玉米 水 刀 羊 跟这个不懂啊 鱼啊 读鱼吧 不懂什么树来的了 那在这边的比较来讲呢 当然它这个颜色比较鲜艳 这个颜色就会比较暗淡 这个颜色就有这个芳香的气味 那个可能就没有什么气味了 这个有花蜜 那个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边它是没有写了 反正你就是写那个反义词就可以了 那花粉方面呢 这个很大 这个就会很多 还有轻 为什么又要多又要轻呢 因为其实你会看到风一吹的话呢 它的这个覆盖率虽然很大 但是你会看到呢 它就会散掉 然后命中率就会低很多 命中率低很多 你的数量是不是要大 所以这个其实全部其实都很逻辑的 整个背后很多很逻辑的东西 就好像这个鱼也是一样 鱼是体外受精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一缠软 就是缠很多 因为它的命中率很低 有没有跟这个精子装在一起啊 等等的 而且在这么大海 死亡率也会很高 所以很多时候呢 它的这个数量呢 就会提高很多 所以同样的 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风梅花呢 它的花粉呢 就要很多 然后很轻 当然就是要让这个风吹走 当然它有一些 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结构啦 比如说有羽毛状啊 等等的啦 所以 能分泌黏液 哦 也是会有黏液哦 OK 通常那个花药啊 这个不是在讲 这个不是在讲花粉的 这个在讲柱头的 柱头呢 会有成羽毛状的 它其实是要捕抓这个花粉 然后要粘住这些花粉 啊 然后它会伸到去这个 呃 伸到去这个花瓣外面的 啊 所以你看啊 你看啊 这个是花瓣 然后这个是蜜蜂嘛 啊 蜜蜂就进去 然后吸花蜜 这些呢 就是所谓的 啊 花药啊 花药 OK 所以你会看到呢 短短的 你看这些花药啊 花丝啊 然后柱头啊 全部是短短的 但是这种蟲梅花 看到吗 这个是蟲梅花 啊 然后 它的花瓣 感觉上呢 不懂在哪里 然后这个 拉 伸出来的 这个是柱头 啊 所以你会看到 整个花柱跟柱头呢 伸到去外面啊 怕死你看不到啊 这样 啊 因为它风吹过来 你就要捕抓到这个 啊 捕抓到这个花粉 然后它才可以 呃 受精了 啊 所以你会看到 柱头那边 甚至会有羽毛状了 来捕抓 啊 OK OK 好 这个 这个场考啊 从梅花跟蜂梅花的 这个特征 的比较 这个是经常考的一个 环节 然后 水梅 水梅花 很少考 很少考 哎 有什么呢 呃 枯草啦 金鱼草啊 这些 水生嘛 当然就是用水咯 哎 啊 当然传粉呢 除了这些昆蟲以外 有时候了 蝙蝠 哎 松鼠 鸟 还有人 会会有帮助一点点 啊 不过主要呢 还是靠那个虫 啊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主要还是讲 虫梅花 不是讲动物梅花 这样子 哦 所以 OK 这样子 呃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理他了 好 那再来的就是人工传粉啊 啊 人工传粉 呃 OK 呃 这边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在 连续下雨的 或者是刮大风啊 或者是没有风的情况呢 都会影响这些传粉的 啊 又或者是 你会看到呢 这个蜜蜂没有来稻田了 哎 蜜蜂为什么没有来稻田 但是有去果园 因为果园的花是虫梅花来的 所以他会去果园那边 那稻田的话是蜂梅花 啊 是是有道理的了 然后 如果是下雨啊 刮大风啊 你会看到那个 呃 植物的繁殖呢 就会减少很多 为什么 下雨了之后呢 你的花粉呢 都会被被冲走了 啊 或者是 呃 刮太大风 其实也不好 啊 或者是没有 完全没有风 那个蜂梅花 就没有办法啊 把那个花粉吹过去 OK 所以这些 呃 这些传粉呢 非常 非常讲究 就是 常常会被这个天气影响 啊 下雨天 这个虫也是不会来嘛 对不对 所以啊 很多时候下雨呢 风梅花也好 虫梅花都好 也都会影响 啊 都会影响 OK 所以如果被天气影响了 怎么办呢 如果你种了 呃 有了果园 然后 常常下雨 常常下雨 你就 植物就结不到果了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呢 啊 或者是你看了 玉米啊 玉米它会有缺利的 当然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我们买了一条 你却拨完出来 有缺利的 你都不要买 啊 是啊 人类是很自私的 啊 所以这些确利啊 其实就是因为 他没有受精 啊 没有 那个部分呢 没有受精啊 这样子 啊 所以 呃 我们要怎样避免呢 当然就是用人工受 呃 传粉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确保100%的 OK 当然这边没有讲到是怎样 呃 怎样去做啦 什么人工 呃 受粉的方式啊 呃 你可以看啊 这里有有有一个图 你看到他哪一条麻绳 这样子啊 烧着过那个麦 麦田 啊 所以麦田应该跟水稻差不多 应该是用这个风霉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就这样子烧过他呢 啊 就让他的粉 黏在这条绳子上 然后可能就会传到去下面了 也传到 这边的花粉可能就传到下面去了 OK OK 所以你会看到 哎 花粉涂抹 直接拿另外一颗啊 去去去去去可能用棉花棒去去摸摸几下 然后这个再来摸摸几下 这样子 OK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人工受粉的一个方式 当然你会讲哎呀好像很麻烦这样子 当然可以的话呢 我们啊 用自然的方式的话 你叫养 养蜜蜂啊 有一些情况呢 啊 养蜜蜂啊 啊 也会有帮助的 OK 啊 好吧 就 嗯 什么像日葵 这个你自己去看一下就好 OK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 受 呃 受精之前要传粉 这样受精是怎样的 啊 就是 传了粉花粉粒掉在了柱头上 我们知道 花粉粒有这个熊 呃 就是就是精子的意思吧 啊 就是像精子这样子 这样 配珠呢 就是那个瓷 我们叫瓷配子了 呃 这样他们怎样 一个上一个下怎样办呢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 这个花粉掉到了这个柱头上 它就会长出这个花粉管 啊 啊 花粉管 啊 这花粉管你会看到它就伸伸伸伸进来 啊 你会看到它的入口还还要这么刁钻 还要从下面进的哦 哎呀 不能从直接上面下来的哦 还要转一个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没有花粉管的应该也是进不到来了哦 OK 所以这个花粉管还要转一个圈啊 从下面进来 然后进入脂肪 呃脂肪 然后到这个胚竹的部分 那花粉管里面呢 就会有 哎 这个花粉呢 就会释放两粒东西 呃 就是这个精子啊 每次都是两粒的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它原理啦 你要问生物老师 啊 他就会 放两粒 精子 啊 这边就叫精子了 啊 或者有些课本 他们是叫它熊配子的 哎 两粒 精子 进来 啊 到这个胚竹里面 胚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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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哎 啊 胚竹里面就会有软细胞 软细胞就跟精子结合 变成受精卵 所以你会看到他用的这个词语 好像跟我们的 呃 人的 啊 用的是一样的 啊 只是说 雄细胞 说 谁有雄细胞 哎 软细胞 sorry 软细胞 呃 胚竹有软细胞 所以我们要多读这个胚竹这两个字了啊 所以受呃 呃 软细胞跟精子结合就会变成 受精卵 所以整个过程呢叫做受精作用 所以这个跟人呢应该是差不多的啊 只是说多了这个胚竹罢了 OK 过后受精过后呢 会发生什么事 哦 它会变 呃 脂肪会变成果实 胚株 会变成 种子 然后受精卵呢 就会形成胚 这三个 记起来 OK 这三个记起来 好 所以这个是观察种子萌发的情况 我们做不到啦 啊 我们只是说 呃 这个图去记起来一下 啊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会拐弯的 会有这个花粉粒啊 这样子 OK 没问题啊 好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笔记的部分 有什么重点 啊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传粉 传粉是成熟的花粉粒 从花药传送到瓷蕊的柱头上 啊 那我们有分成自花传粉 跟异花传粉 啊 这一边我就改过来了 自花传粉呢 是发生在同一朵花 呃 同一棵植物上的 或者同一棵植物上的花 之间 互自相传粉 异花传粉的话呢 是花粉 从一棵植物 传到另外一棵植物的 花朵的柱头上 啊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要补上去的 这个课本呢 呃 超帅了啊 A 异花传 那异花传粉受精后 发育的后代呢 会有比较强的生活能力 和适应性 啊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这么坚持 一定要 找找找另外一棵植物 啊 不要自己跟自己的同一棵植物 进行自花传粉 因为呢 异花传粉呢 的后代呢 会有产生比较大的变异 哎 比较大的变异 OK 然后再来的就是我们的花的传粉的媒介 有分三类 第一个是虫梅花 啊 靠昆虫来传花粉的花 有这些例子 寄到就寄 寄不到 应该没什么关系 花 蜂梅花的话呢 是靠这个 哎 蜂来传 传花粉的花 所以比如说玉米啊 水稻啊 这些 啊 水梅花呢 都就是靠水的啦 啊 靠水来传花粉 OK 哎 这边没有提到那个花的那个 那个特性 我觉得重要了 虫梅花一般上的 花瓣呢 会 颜色会鲜艳 然后会比较大壳 花 那那几个重点 我觉得要补进来 蜂梅花的 虫梅花的那些 花的一些特征 还有花粉的特征 还有这个蜂梅花的 这个花的特征 也是要写一下 OK 那第十六呢 就有讲到这个花粉 如果落在柱头上的话 它就会萌发 伸出什么 伸出花粉管 啊 花粉管呢 就会直达这个脂肪的推租 OK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释放精细胞 在这边 我们写精细胞 课本上用精子 所以你用回课本的就好了 精子 我们没有这么要求 这么多 配珠 它就会与配珠里面的 这个卵细胞结合 形成瘦精卵 这个过程呢 叫做瘦精 作用 OK 瘦精后呢 花朵里面的脂肪 会发育成果实 脂肪壁会形成果皮 这个就没有讲到 脂肪内的这个胚株 就会发育成种子 里面的胚 内含有胚 胚这边没有讲到 应该是瘦精卵 就发育成胚了 这边我为什么会这样写 萌发后呢 这个 猪形成了种皮 种皮 猪背 猪背形成种皮 这个好像没有毒吧 猪背形成种皮 这个好像是没有毒了 OK 所以这个是最完整的 这个是配合了旧课本的资料 因为我有时候 我有教一些昆臣的学生 他们用旧课本 所以我有把旧课本的东西 也放进来 脂肪 会发育成果实 脂肪里面有脂肪壁 脂肪壁就是果皮 然后里面有胚株 胚株就是那个种子 胚株里面又有分成猪背 还有这个受精卵 受精卵就会发育成胚 猪背就会发育成种皮 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没有了的 OK 记录一下就好了 OK 这个好像是接下去的部分吧 我们来看看 OK 那果实和种子的形成和散播 那我们讲到了这个传粉 讲到了这个 什么呢 受精老 受精老过后 它会发育成果实 对不对 我们讲脂肪会发育成果实 所以我们要详细的再看一下 果实的结构 还有这个种子的形成 虽然这里有这句话了 这一边才详细的讲 所以我应该是 那个笔记的部分 我讨论多了 OK 果实的形成 跟我们就有讲到说 脂肪会发育成果实 胚株会发育成种子 脂肪壁就会发育成果皮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要记起来的啦 重复了又重复 重复了又重复 看到吗 脂肪壁发育成果皮 配注发育成种子 还有一个 脂肪 发育形成果实 OK 三个记起来 哦 猪背跟种皮啊 有啊 有啊 新课本有啊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呢 也要记起来啊 写下来了 这个是脂肪壁发育成果皮 脂肪发育成果实 肚子 配注 配注发育成种子 高点 OK 猪背发育成种皮了 应该没有什么考吧 我都没有印象有这个东西 OK 好 这边还有什么呢 总之的结构我们上过了吧 对啊 总之的结构我们上过了 OK 所以他这边有讲到什么柱头 你会看到它开始膨大了 然后这里有种子 然后过后呢 你就会当然你就会看到的这个 这个柱头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小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视频啊 我稍微写在这一边讲 有视频 哇 有这个视频啊 蛮蛮不错的 他整个timelapse 就变 从这个花的结构呢 怎样慢慢变成了果实啊 等等的 所以他整个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拍啊 是应该是每一天去拍那个照片 然后不懂怎样联合起来 所以你就看到 整个过程其实相当漫长 然后他从 他不懂怎样拍拍拍拍 一直拍拍拍拍拍 变成了那个果实的啊 所以这个视频啊 我会放给你们看啊 好的 还有哪一些 还有哪一边 配珠里面的这个受精卵呢 他会不断的 进行细胞分裂 然后 就会发育成这个配 啊 所以 呃 呸 呸 呸是由受精卵不断的分裂过后呢 发育而成的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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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有一些呢 有一些植物 玉米小麦啊 这一些呢 等种子 成熟的时候呢 还是会有配乳 有一些呢 那个配乳 的营养呢 都会被这个脂肪吸收完的 所以成熟的种子里面就没有配乳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形成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配乳 过后 有一些双植叶植物 它的种子一成熟后 胚乳就会被吸光了 其实这个单子叶植物 也是有脂肪这个结构 然后我们的脂肪 脂叶这个结构 脂叶也是从胚乳那边吸收水 养分然后再给胚发育 只是说它可能 它可能持续 胚乳的结构还是保留在那里 让它慢慢的吸收 OK 所以 这个是生活上的一个常识 种子的树木 一个桃有一个种子 西瓜有很多类种子 同样是一个果实 为什么它的种子会不一样 胚猪的数量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被子植物的脂肪里面 它只有一个配株 受精后就会有只有一个种子 然后有一些 它的里面自然就有很多粒配株 所以它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种子 叫没有种子的那种 比如说我们的西瓜 现在做到没有 没有种子的 自私的人类 还有什么葡萄也是 因为有种子不好吃 弄到没有种子的 这些是怎样 听说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我不是生物老师 听说它们是 不懂怎样放一些荷梦给它 植物的荷梦 就让它以为它已经受精了 但是其实它没有 然后它就自己发育成 自己就发育成果实 但是它 配就没有办法发育 因为它的配株都没有受精 所以它就不会有种子出来 但是它会有整类果实 这个技术真的是人类 真的是想不到 它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也要佩服人类 可以这么厉害的 了解完整个东西之后 我们不要种子 我们不要吃到种子 我们就弄到 没有种子的果实出来 真厉害 OK好 这边有讲到 这边有讲到 没有子的果实 比如说 香蕉跟黄梨 这个是自然天然 就没有果实的 就是香蕉跟黄梨 但香蕉其实有种子 香蕉有种子 只是种子很小 所以 它是 这些是祖先 都是靠种子繁殖的 它的祖先都是靠种子繁殖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的变异 然后结出一些没有果实的果实 没有子的果实 然后因为发现到 这个没有子的果实 非常好 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没有果实了 所以就采用营养繁殖的方式 继续的让这个 没有果实的种子呢 没有果实的种子 没有种子的果实 继续的用营养繁殖的方式呢 继续的进行繁育 就是这样子了 其实我看过有果实的 有果实的香蕉的 就是吃起来 它的那个香蕉的种子呢 会大力一点 会咬到的 OK 那种就是有子的香蕉 OK 这边其实有讲到 如果是没有子的果实 就是在人到底是怎样弄到的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葡萄 每次我就是喜欢讲葡萄 因为葡萄是最明显的 没有种子的 它是用一些生长树 你自己看了 这些课外的一些知识 所以自己看了 OK 所以 船粉我们讲了吗 船粉是怎样 用蜂船 用虫船 用还有这个水船 那种子也要传 为什么 如果你看了你的种子 如果是在附近掉下来 然后又长的话 这个新的这个植物 是不是跟你抢水 抢你的水 又抢你的食物 又抢满你的阳光 又年轻地壮 对不对 虽然很像人类 我们我们是讲 一个family要住在一起 但是久而久之 你会讲说 大了你出去住了 对不对 所以 植物又不能讲搬家 所以植物的话呢 它一生下来 你最好跟我生圆圆 你不要跟我抢我的食物 所以这个植物呢 就是比较特殊的 它又不能移动 它不像人类这样子 你长大了 你才自己去找饭吃 才搬家这样子 没有办法 所以它们必须要 一生长的时候 就跟我传去远远的地方 OK 所以这个是因为 它们路程植物 不能自由地移动到别处 所以为什么呢 它们生长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传远一点 不然的话 它就会抢 抢养料 抢东西 抢水分等等的 所以它要 必须要通过一种方式 去将它的这个种子 给传播出去 OK 通过什么呢 第一种 第一种 第一种我们叫什么 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 OK 所以它这里有写到 通过风 动物 水 还有自动弹力 这几种方式 那首先我们就看 用动物 帮我们传播的 有哪一些 只要我们人类 有吃的食物 水果 全部水果类 我们人类有吃的 它都是靠动物 去帮它传播的 比如说 蝙蝠会吃它 鸟会吃它 松鼠会吃它 猴子会吃它 人类也会去吃它 其他动物没有人类这么聪明 所以它们有时候 连种子也吃进去肚子 然后像鸟的话 吃了进去肚子 然后飞到一些 飞到它要大便的地方 它就自己大 大了之后 它的大便 它是没有办法 消化这个种子的 所以你会看到 它大便里面的 自然的就有种子 然后它就可以长出来 一讲到鸟大便 我就很讨厌 尤其是那些 肚子里面有 这些种子的鸟大便 掉在你的车上 那个镜子上 哇 很难洗的 题外话 OK 所以这个就是 它们的一种方式 然后这个种子 是没有办法 消化 所以就会 停留在大便里面 OK 还有 当然有一些 是吃了吃了之后 很难咬 然后它自己就随手丢 当然这种 是比较偏向 是松鼠 那个猴子 这些 OK 所以这个是果实 所以它有香甜 什么果实 芬芳甜美 这些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 也是可以靠人 靠动物来传播的 就是有一些特化的 赤状的 赤状的 比如说这个卷耳 不懂什么卷耳 竹节草 还有一些是分泌 粘液的这些什么 雀背草 它就会黏在那个动物的身上 有毛发 它就会黏在那个毛发上 勾在它毛发上 然后呢 去到了新的地方 又掉回下来 就可以就可以在那边就落地生根了 OK 所以这个草 这个草 感觉上我好像记得了 以前呢 你会发现到有一些草地 你穿着袜子经过去 然后你的袜子全部有一些刺 这个好像是卷耳吧 因为那个刺进去你的袜子里面 袜子就会很多了 所以这一类型的 这一类型的 就是靠动物传播的 OK 还有另外一种是 靠风 靠风传播的就是这个蒲公英 不要误解 很多人以为蒲公英传的是花粉 不是蒲公英是 用靠风来传种子 所以你会看到 种子上会有绒毛 绒球的 好 然后 因为种子其实比较大颗 花粉其实很小颗 小到肉眼看不太 看不太清楚 所以变成了 我们印象中 印象中想到的这些 看到那个东西在飞的 通常都是传种子 包括了有一个是叫 火焰木 有龙脑香 还有这个木 木 木蝴蝶 这个 怎样的样子 你看下面就懂了 这个是蒲公英 有龙毛状的 一风吹 有点像雨伞 这样子 然后就飞走了 另外一个是龙脑香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我们玩的一个 什么竹蜻蜓 所以它就旋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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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龙脑香很美的 如果你从上面落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旋转旋转旋转 然后冲锋再大一点 它就会吹圆一点 这个是木 另外一个这个是木蝴蝶 这样子 这些就是靠风的 所以它都会有一些特征 要么有羽毛 要么就有翅膀 有翅膀 我们算是翅膀了 就叫它翅膀就好了 OK 还有一些是靠水流的 靠水流的有哪一些 靠水的 通过水的 有这个叶子 连棚 这种种子呢 通常它会有空气 有空气呢 它就可以漂浮在水了 漂浮在水上 然后冲到另外边的沙滩上 它就会 长出来 OK 好 还有哪一些 还有一些是靠自己的力量 这个我们叫做自动 自动爆裂 自动爆裂 自动爆裂的比较典型的是 这个橡胶树 还有这个凤鲜花 凤鲜花 还有绿豆 还有香丝豆 有写吗 没有写 以前我们读一个叫香丝豆 也是自动爆裂 OK 香丝豆 大概是这样吧 这个凤鲜花比较多人种了 凤鲜花 凤鲜花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是网状月卖 但是它是草植茎植物 所以它有主根的 它是比较特殊是在它的这个草植茎植物 我们之前 当然新的课本好像都没有提到说 单子叶植物跟双子叶植物怎样分 这个其实我觉得 小学应该有学过了 不过稍微的讲一下 单子叶植物呢 通常呢 它的叶子会是平行叶卖的 然后 通常会是草植茎植物 还有这会是虚根细 这几个特征 那双子叶植物的话呢 通常来讲呢 它是网状月卖 会是木本植物 木植茎植物 还有的就是会有 它会是植茎系的 所以这个 这个凤仙花呢 它特别的地方 除了是 它的这个种子是靠这个 自动爆裂的一个形式去传播 还有另外一个的就是 它是网状月卖 它是植茎系 但是它是草植茎植物 是 每一次小学就要记得 这些比较特例的一些植物 OK 讲完了 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笔记的部分 OK 所以刚才有讲到这个部分了 然后我们就讲到 配注里面的这个 受精卵呢 是经过了很多次的 这个细胞分裂和分化 就会发育成种子里面的胚 然后很多个胚株的这个脂肪 就会有结很多粒种子 OK 果实跟种子的这个 散播的媒介 通常果实跟种子 就是一起传播的 因为果实很多时候呢 就会吸引这个动物 或者是也会帮助了 反正就是种 果实呢 是整个整个跟这个种子一起传播的 OK 所以如果靠动物的话呢 通常是有哪一些呢 是果实甜美的啦 我们的 我们的水 我们吃的水果全部都是啦 葡萄啊 芒果啊 红毛丹啊 榴莲啊 木瓜啊 这些都是 那有一些情况呢 特别 它是 果实特化成一些赤状的 比如说卷耳啊 竹节草啊 然后或者有一些是能够分泌粘液的 这个雀碑草 那就会粘在那个毛发上面 靠锋利传播的话呢 这个果实呢 通常就会比较轻啊 或者是有 这个比如说 蒲公英的这个散状的灌毛 龙球 木 火焰木的这个种子呢 它会有薄片啊 龙脑香啊 木 蝴蝶啊 这个是黑色的这些是课本有的 然后青龙木啊 什么梭罗 梭罗霜啊 这些是有这个薄的 薄刺装的 还有一些是茅草的 有绒毛的 或者是铁线莲的啊 是有羽状的这个花柱 OK 所以这些呢 没有没有化深色的 这个是旧课本的啦 旧课本的知识 然后还有呢 就是靠水的啊 就是它的这个果实呢 通常是有可以漂浮的一些 结构 所以有莲子 有莲棚 有椰子 还有红树 其实也是啊 因为它长在沼泽地带啦 周围都是水啊 通常都会是靠水力传播的 自动弹射 有哪一些 有 有这个橡胶 有凤仙花 还有绿豆 还有这个橡丝树 橡丝树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OK 那 没问题的话 我们讨论下课本的习题 过后我休息一下 给你们做下习题 然后我们就讨论作业啦 不过我要叫人 来回答呢 OK 有没有人跑掉呢 滑冰 滑冰在吗 你来回答这题 总之的配包括了哪一些呢 总之的结构 我们有特别学 哪一个结构是属于 你来回答第一题 总之的配是包括哪一些部分 还记得吗 有配牙 配轴 配根 跟子叶 还是配牙 配轴 配根 跟配乳 还是配牙 配轴 配根 跟种皮 还是配牙 配跟子叶 跟配乳 B 你就讲 配应该就是一定有配这个字啦 你就中了陷阱啦 配乳不是 他有配 但是他不是 正确的其实反而是做子叶 正确的反而是子叶 然后有哪一些不算 配乳不算 种皮不算 OK 配乳 有配乳的不算 有种皮的不算 OK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A的 OK 第二题 第二题 再来 呃 子叶 证子叶 证子叶 是读证吗 证子叶 OK 第二题 种植萌发必须要的外界条件是哪一个 这话 孙明峰 你要干嘛 等下到你答 呃 曾子晨在骂 C 呃 种植萌发的 呃 种植萌发的条件啊 适宜的温度 氧气和水分 答案应该是冬季 切记 一切记 阳光不需要 啊 阳光不需要 啊 这个是很多学生会误解的 啊 一直觉得说要 植物一定要晒太阳 哎 你总之都还没有叶子 你要晒太阳干嘛 啊 晒太阳是为了要进行光合作用 你的叶子都还没有长 长出来 是吗 你干嘛要阳光呢 啊 所以这次的答案应该是DONKEY啊 好 第三题 陈怡灵 啊 下列有关 种植萌发的说法 正确的是哪一个呢 AE啊 呃 总植萌发最先长出来 的是 P根 好像对 然后其他 其余的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错啊 只要外界条件事宜 总植 都能够萌发 这个你要注意了 他可能会有我们叫做休眠状态 休眠期 我们讲休眠期 好 所以 呃 未必的 未必的 OK 还有 呃 总植萌发的时候呢 子叶 配乳 都会留在土中 哎 这个要看哦 这个要看它是 呃 出土萌发 还是流土萌发 我们有分两类的 啊 像菜豆那些 它是出土萌发的 对吧 啊 然后 呃 呃 幼苗的 叶子 是由种子的 子叶发育 哎 这个 叶子跟子叶 很多 虽然它名字很像 但是它其实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只是 叶子 子叶是提供营养的 啊 叶子 是由牙 形成的 所以 不要看到它名字很像 你就以为说有关系 啊 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啊 第四题 离学 家宣 家宣 根不断 不断 不断长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哎 根会不断长长的原因是 boy啊 你讲的是boy 我们看一下 分身区的这个细胞 呃 分身区细胞的分裂 和生长区的这个细胞 细胞的长长 嗯 应该是正确的啊 啊 我们在分身区那边会进行啊细胞分裂 然后生长区那里会长长 OK 很好 啊 第五题 第五题 呃 林医生 林医生 好 这个图六 二 四的 嗯 你看 虚根细吧 啊 那 他意思是说哪一个是虚根细 林医生在吗 林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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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回答问题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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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挂机 你只要教很久 林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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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换孙 孙明峰吧 啊 哪一个是虚根细啊 啊 这个这个冲来的冲应该是虚根细 所以他问你 哎 哪一个是也是一样是虚根细 孙明峰 孙明峰 A 黄豆 黄豆不是啦 黄豆是 双子叶植物 所以你会看到黄豆啊 绿豆啊 这些都是双子叶植物 只要你想到 双子叶植物呢 他应该就会是只根细 啊 他们都会有关联的 在这一题来讲 应该是小麦 我小麦 小麦跟水道啊 都是同一类了啊 都是这个虚根细的哦 OK 第六题 哎 林医生不见了 呃 家琪 回答这题 我们花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主要的目的是产生花粉 好像不完整吧 因为花粉 呃 花通常里面除了有这个 呃 花药以外 它还是有那个 纸叶的 呃 纸叶 不是 脂肪 啊 脂肪还有配猪 所以最后它其实是会结 形成果实 啊 形成果实和种子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它要 传宗接代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果实跟种子 才是它主要的功能 啊 当然 哎 你没有选A跟B 我已经很开心了 什么吸引昆虫啊 什么工人观赏啊 这些都是很废的啊 产生花粉不完整啊 因为你产生花粉的目的啊 也是要让它受精 让它结成果实 这个那一个 其实 形成果实和种子呢 才是它的最终的目的 OK 第七题 呃 神卫庭 第七题 神卫庭 精子和卵细胞的结合 称为什么呢 结合 B 受精 这个很简单 好 谢谢 第八题 这个第八题啊 需要动脑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开花前 我 开花前 把这个桃花 应该不是开花前吗 开花前可以啊 哦 就是说 它还是一个这样子花 这样子一粒的时候 你就 自己用手去开掉它 然后把它的瓷蕊给去掉 然后桃花椅呢 它就把它的雄蕊给去掉 桃花饼呢 它又不做处理 然后把这三朵花呢 用透明的塑料袋呢 都分别的照住它 那请问呢 他哪一个会结果 哪一个会开花结果 开花过后呢 哪一个会结果 OK 说这个interesting 还有哪些 词晚悬 呃 在讲过 假的那个是去掉 去掉瓷蕊 以那个去掉雄蕊 丙的那个不做处理 但是全部都 分别的包住 哪一个会结果 答案是哪一个 呃 乙跟丙能够结果 丙能够结果 乙能够结果 还有假 还是假能够结果 词晚悬 来回答这一题 B 呃 你觉得是这个 是对的 啊 因为我们要结果 虽然你讲 结果不是指 呃 瓷蕊那里结果吗 但是你因为你照着它 你外面呢 不能提供它花粉 呃 如果不能提供花粉的话呢 它就 一定要进行自花传粉 所以它必须要同时有 呃 熊蕊 也要同时有瓷蕊 它有熊蕊 没有瓷蕊 不能结果 它有瓷蕊 没有熊蕊 它也没有花粉 啊 所以 没有处理呢 那个 才会结果 所以只有 丙的会结果 OK 但是如果这一题哈 这一题我没有用塑料袋包着三个 呃 没有分别的包着它 可能说我只是说把整棵树包起来 这样它的答案呢 可能就会是 一跟饼了 那答案可能就会是A 啊 如果你没有包着啊 因为去掉瓷蕊肯定不行啊 啊 你有熊蕊 你没有瓷蕊 肯定就不会结果 所以有去掉熊蕊 但是你没有包着它 它可以有外来的花粉给它 所以呢 它还是会结果的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它可以这样子来修改啊 所以你们要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 变化的啊 第九题 第九题 提到 鲁医文 果实 由花的哪一个部分发育而来 果实 由哪一个部分发育而来 B 很好 啊 配珠是发育成种子的 花药 产生花粉罢了啊 哎 花瓣 花瓣最后会凋谢的啊 OK 第十题 第十题 花恩 日常 食用的这个 花生米 是由花里面的什么结构发育而来呢 B 呃 配珠 应该是吧 呃 应该是吧 因为它是种子类哦 嗯 花 花生米 花生米 应该是种子来的 OK 所以它是配珠 很好 嗯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简答题的部分啊 如果你在 你到 种子公司购买 购买当年作物播种的种子 你要怎样选 啊 这个选种子的方法 我们好像有在 在这个初二 初二你们上了这个密度吗 初二上了浮沉吗 我不太记得了 我不太记得了 惨了 啊 其实我们就是用水啊 再加一些盐 啊 再加一些盐 然后呢 倒种子进去了之后呢 你会发现到 有一些种子 它会飘上来的 它飘上来的 代表了 它的这个 啊 种子呢 不够扎实 里面可能是有空洞的 啊 或者是可能长得不够饱满 啊 所以啊 用这样子的方式你就可以挑到的比较好的那些那些密度比较大的啊 就在下面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选种子的一个方法 OK 还有哪一个第二题呢 他就讲 农作物和花瓣 花卉 都要在一定的这个季节播种 呃 湿润 并且要在湿润 然后疏松的 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 湿润有水分呢 啊 然后疏松的话有空气了 啊 然后适当的季节 那个是 呃 适当的这个温度了 啊 所以因为 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 种子蒙 发的条件是 是 以 的温度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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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水分 还有 充足 好像也是充足啊 充足的 氧气 OK 哇 这样子 为什么 移栽幼苗的时候呢 一定要带土 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 很很 很 很常识的一个东西 啊 就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如果你呃 你没有带那个泥土的话 啊 你可能 呃 拔的时候呢 就会伤到它的根毛 而根毛呢 就会是 呃 是它的主要吸收水分的这个结构 所以如果你一拉 一拉它呢 你的这个根毛就会受损 然后就会影响那个吸水的这个 呃 吸收水分的这个能力 OK 所以 呃 这样子我要精简的回答 我应该讲 以免 根毛 受损 影响 吸收 水分 的能力 OK 很精简的 OK 再来呢 就是 从花到果实的这个发育过程 花的各部分的结构产生什么变化 呃 然后连起来 我可能用箭头比较好 呃 有什么变化 呃 受精卵好像变成胚吧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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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好像变果皮吧 脂肪我们是讲它是变果实 配猪变种子 其余的部分是凋落了 呃 其余的部分是凋落 呃 什么花猪啊 花瓣啊 呃 熊蕊啊 这些都是凋落 OK 好 大概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图 呃 要记得这左边的四个当然那个什么猪背变成肿皮啊 哎 那个是比较少烤了 对不对 OK 走 大概是这样子 哦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哦 哦 给你们做一下吗 还是直接讨论啊 那直接讨论就好了啦 啊 可以啊 那词典你们再再再不做回了啊 好 那我们再继续讨论 我叫人 华恩达勒 华恩达勒吗 华恩达勒 OK 林医生没有在 呃 Rachel来回答一下 啊 第一题 面粉和花生油分别是由哪一个结构加工而成 意思是说我 他的营养是来自于哪里了 所以面粉是用小麦的哪一个部分 还有花生胸哪一个部分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给你一个提示啦 营养都是来自于子叶或者胚乳 所以这边啊奇奇怪怪的什么胚啊 啊什么这个就胚啊肯定都不是所以花生肯定是子叶了吗 呀花生肯定是子叶 请问小麦是胚乳还是子叶 已经提示了啊或者东西 东西 啊好 是对的啊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小麦啊是属于单子叶植物了 所以我我我我我发现到是这样了 我不过应该是有特例的 我们那个初中课本呢 我们通常就是就怎样来看呢 就是小呃这个单子叶植物呢 应该都是从胚乳那边得到营养 OK 所以跟着这样子的一个思路的话呢应该就可以回答问题了 是是东西吗 看见了 啊对对对 东西 OK好 好第二题 另外一位 找先找人 呃 呃 呃 陈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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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遇到点会变成蓝色 呃 是由于该部分含有什么呢 就是点会变蓝色是因为他有淀粉 啊 怎么 淀粉 这个很呃 这个虽然不是这一章的知识 但是因为他在这一章呢有提到 啊 呃 用什么用点可以测量淀粉 这个好像 非常重要了 啊 我们在啊 各个章节呢 都会有touch到都会有用到一个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你们稍微的先记起来一下啊 第三题 第三题到谁了 第三题到张用信 永军 永军同学呢 他将一颗外表看起来很正常 种到一个翻松 输松的这个土壤中 但是过后呢 他又发现到这个种子呢 又不能蒙发 可能原因是什么 会不会是没有足够的水分 会不会是种子已经死了 会不会是没有足够的空气 还是温度太低 还是温度太低 还是没有阳光呢 还是养分不足呢 嗯 猜测 当然你会看到这个题目里面他有给一些资讯哦 呃 我们可以猜想到应该就不会是那个原因 啊 啊 啊 猜一下了 这题有点难 张用信 张用信 呃 你选A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足够的水分 呃 然后没有足够的空气 因为啊 啊 这个不太对了 因为他想输松 我的种子已经 我的土壤已经是翻松了 理论上来讲 那个空气就可以进到了 啊 然后 再来 我们还要讲看来 看起来正常 应该就是里面应该是 宝石的一个状态 应该呢 呃 应该是不会养 养分就不会不足了 当然我们讲了这个没有阳光 阳光好像不关 呃 不是我们的种子萌发的条件嘛 啊 所以这一边呢 呃 题目没有给 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猜测说 嗯 你的这个土壤没有水分 因为你写输松 你没有写超市 OK 再来很可能的就是 看起来可能正常 但是他可能已经死了 啊 就是可能煮熟过了的 嘞 啊 对不对 说这个种子死了 是有可能的 再来的就是温度可能太低 因为你没有讲到 他的温度是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OK 所以这题 答案应该是boy的 是吗 这题有点 这题有点难的 啊 OK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子 一个方式去分析 啊 哪一个条件是 不需要的 好像没有阳光 是不需要的了 还有的就是疏松 应该就不会是 他的空气不足了 还有的就是 他看起来正常 应该不是养分不足了 好 第四题 你到 俊塘 是俊塘 下列结构中 不属于 Pay的结构 Pay的组成 部分是 这个参考啊 刚才课本的第一题 我们就有讲了 Pay是哪四个部分 还记得吗 所以哪一个 不是Pay的组成 结构呢 Pay轴 Pay轴是 Pay轴是连接 静跟Yet的一个部分来的 Pay轴是吗 全部都有Pay 你要记得 全部都会有Pay 只有一个子业 没有Pay这个字 但是它是属于Pay 还有一个 瓜 假扮是Pay的 就是这个Pay轴 假扮是Pay的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Donkey 好 第五题 第五题到许家阳 许家阳会回答 这一题 第五题 种子是 种子植物的 生殖器官之一 种子 将来萌发 成 幼苗的结构 是哪一个 Donkey 这个有点 有点 tricky 种子的 未来会变成 幼苗 就是整棵树的意思 整棵树 应该是 Pay 因为那四个结构 它分别 一个是变成了根 一个变成了 那个根 跟静之间的 连接 然后还有一个 是变成静 还有叶 Pay轴 只是静跟叶 罢了 所以在这边 它是问的是 整棵 幼苗 这样应该是 Boy了 所以你写Donkey 就是应该是 种了陷阱了 这一题也是 陷阱满满的 一个题目 好 第六题 严俊蒙 OK 艳翔同学呢 在乡下帮外公 播种这个花生 然后刚播种 播下的这个 花生种之后 连续降了几天雨水 哇 整片田呢 泡完这个水 触芽率非常低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要看你知道不知道 种子蒙发的条件 连下了几场雨 它的缺乏什么了 林俊蒙 C OK 对了 因为它泡完那个水 水淹到完呢 就会代表了 它没有空气 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适量的水 我们不是要越多水越好 我们要适量的水 因为水该要完 紧就没有空气 当然很多学生就讲 这样子这个温度会不会太低 雨水的温度应该 因为它不是下雪 如果它讲下雪 就比较像是温度低 然后下雨应该还好啦 下雨天通常最低温也是十二十几度 这样子应该还可以的 缺少阳光 缺少阳光 阳光不是蒙发的条件 记得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会做 缺少肥料 因为肥料被冲走 我们种子蒙发的养料全部来自于子业 所以外界的这些什么肥料什么鬼啊 我都不需要的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 你选A C对了楼 怎么你又换A 第七题 第七题 陈宇亨 为了使这个行道路的路贯 覆盖面积更大 园林的工人呢 应该要采用什么样的措施 因为我很高兴 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人行道那一边 我们要有遮阴嘛 我们不要它长长高高 没有用 我要它打横 覆盖比较大的一个面积 这样你是园林的工人 你应该要怎样呢 我要保留侧牙 拆除顶牙 非常好 OK 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打横 生长 然后变成幼癌幼肥的家伙 植物 OK 好 第八题 黄菌鱼 鸭苗 鸭苗助长 应该是猪鸭 就是拔那个苗 拔苗助长 一样意思 会死到这个幼苗的死亡 主要是因为呢 它会损害 损伤这个幼苗的什么结构导致的呢 拔苗助长 最后全部苗死亡 对吗 这个是我们所读到的 为什么 拔苗会怎样呢 损害什么结构呢 损害镜的结构 因为你用手去拔那个镜 但是我没有拔断了 我没有拔断了 你就要这样子来分析 我拔上面 但是上面没有断 但是 根应该是根是抓着地的 所以如果 我被你拔上来一点点 应该是它的根毛就会受损了 所以应该是受损了 这个 右根根根毛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很重要 因为它们就是负责吸收水分的 所以如果我的根毛受损了 我没有水分上来 我整个也是死的 OK 所以答案应该是B比较正确 镜应该我们 所谓的丫苗助长 就是它拉高一点点 看起来高一点 但是根已经受损了 OK 第九题 好像全部回答了一遍吧 还有一个 Eason Eason刚才跑掉了 Eason在吗 Eason在 Eason在就由你来回答 这个点名没有点到你 你要讲在它才会点到 第九题 我们解剖 解剖 这个一朵花的脂肪 它发现到有白色的一点点 这样子 白色的粒粒 这个白色的粒粒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 我刚刚打瞌睡 还敢讲 白色的粒粒 在脂肪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白色的粒粒会是什么 B 配猪 很好啊 打瞌睡都还可以回答到啊 怎么我的 这样子的 配主 配主 没问题 所有全部人回答了啦 全部人回答了啦 有零以身在吗 还有零剑龙 你回答 零以身 零以身 只有你一个没有回答 有灾的话 就喊灾 然后我就会教你 没有的话 等下 到此晚旋回答 右图所示的过程是什么 这里一条箭头过去 什么意思 这里有一个箭头 过去什么意思 应该是什么产品 零以身 是你吗 零以身 零以身 不在 我就换人了 十万全 十万全第十题 Rachel要猜呀 是不是A 是很简单 自花传粉 这个是同一朵花的花粉传进去 OK 所以这个是自花传粉 OK 瑞姐回答了 So 十万全 你下一题吧 下列属于 风梅花的特征是哪一个 风梅花是怎样呢 风梅花 花朵是大而鲜艳的 还是有 芳香的气味 花粉多而清 还是有甜美的花蜜呢 C 其余的都是虫梅花 对吧 风梅花呢 它应该是花粉多 然后很清的 OK 其余的是吸引虫的一个症状来的 所以其余的是虫梅花 很好 第十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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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冰 玉米开花的时候呢 又碰巧了 一只有连连的阴雨 然后造成它的果汇 会常有确栗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阴雨天脂肪不能发育 还是阴雨天气温太低 花粉不能成熟 还是花粉被雨水冲走了 影响传粉 还是风大气温低 进行传粉的 这个昆虫采密活动呢 减少了 所以这个看起来 冬季很像 对不对 所以这一边呢 你就必须要去 去看清楚 玉米到底是什么 虫梅花 还是风梅花 你再去查清楚 你就会发现到 玉米是风梅花来的 所以冬季呢 不管是 正确应该是冬季 正确应该是C 这个就 第十二题 看一下 C来的 OK 所以这个 玉米 是风梅花 这个 这个资讯呢 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资讯 你就会傻傻 跑去圈 而且 而且东西很有道理哦 但是这个是说 虫梅花的 这是否从梅花的 明白吗 所以呢 你 你必须要分清楚 哪一个是 风梅花 哪一个是虫梅花 玉米是风梅花的 OK 第十三题 西瓜是 结属的 家品 西瓜的果实里面 有很多的 种子 那 代表了 这个花的 种子 有很多的 什么结构呢 呃 紫层 真 紫层 总之 总之 代表了 从哪一个 结构 发育而来 基本上是 这样子的意思吧 所以 这个 结构里面 花的结构里面 它有 很多个 什么构造 紫层在吗 啊 答案是什么 听到听到 不是就是那个我弟弟要放学了 然后可以再去接他 OK OK 拜拜 不用回来了 我差不多要放学了 紫层啊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不会啊 啊 啊 OK 所以 它里面有很多种子 啊 代表了 呃 花的结构里面 有很多 什么东西 所以 我们就要 想一下 什么结构啊 会形成 种子的 啊 花的结构里面呢 是这个胚株会最后呢 会发育成种子 所以相信呢 它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个胚株 OK 所以一次过呢 它就会全部的胚株呢 就会行啊 发育成种啊 种子了 OK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分析了 好啊 我们还有五分钟 我们再记下去 看一下填充体的部分啊 OK 填充体的部分 啊 种子萌发的外部条件 你会看到这边呢 它不是说萌发的条件 它很多时候会补两个字 外部条件 外部条件呢 就是这个适宜的温度啊 适宜的适量的水分啊 还有充足的这个 充足的这个空气的啊 然后内部的构造呢 我们就要看它是不是有完整的这个胚了 还有的就是它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提供营养的这个结构了 就是子叶跟这个胚乳 啊 子叶或者胚乳啊 应该是这样讲 啊 因为有一些是只是单靠子叶的 有一些是靠这个胚乳的 OK 在种子的适宜的条件下 胚里面的这个胚鸭 胚轴胚根的细胞就会不断的分裂生长 其中呢 胚根就会发育成根 胚鸭呢 就会长成静和叶 OK 我们吃的米饭呢 是属于水稻里面的 胚乳啊 我怎样去想啊 就想 啊 这个就想 哎呀 到底是子叶还是胚乳 这个我们 我之前的就有提过了 这个 有两种方式可以去看 第一个呢 就是淀粉类的 通常都会是在胚乳 淀粉类的都会在胚乳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看它单子叶还是双子叶 啊 这个 这个水稻啊 你会 你如果细心想 回想一下 这个水稻的叶子呢 应该是平行叶卖的 哎呀 哎呀 老师我没有看过水稻了 你觉得 OK 你再看来高度 是不是矮矮小小的 不是草这样子的 啊 草直径植物的 都通常就会是 虚根细啊 虚根细 然后是单子叶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就可以分析出来 它是 呃 胚乳来的 OK 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这个了 很多学生就讲啊 老师 他怎样去看 他是胚乳啊 还是子叶的 而我们的初衷的阶段应该不会出太难啊 我们通常都会跟着这个啊 这个这个规律啊 我们通常是单子叶的 就是讲他是在培入啊 双子叶的都会在这个 啊 子叶 OK 第四题呢 一朵呢 发育完全的这个花 它是由雄蕊 雄蕊 雄蕊 花 瓣和 鹅片组成 其中这个雄蕊呢 可以分成花药跟花石 呃 雄蕊呢 就会分成这个柱头 花柱跟脂肪 OK 就这个也是很重要啦 这几个结构呢 最重要要记得 OK 再来第五题呢 西瓜 的花 的脂肪里面有 含有250粒的这个胚株 那最后呢 它的这个种子呢 总共有200粒 所以在传粉的过程中呢 应该这个花粉 应该要至少要有多少粒 应该至少要200粒嘛 200粒才会 让它变成200粒种子 至少 它可以多吗 它可以讲说 我的花粉有250粒啊 但是为什么我啊 最后还是形成200粒呢 这样可能是 它有50粒的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受精 或者可能就是 落到的花粉 其实有250粒 但是有50粒 不懂跑去哪里啊 可能是 反正就是有50粒 没有受精到 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至少 它一定会有200粒 因为它有200粒种子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这个逻辑的东西 OK 在第六题 开花结果后呢 不会当年死亡的 会在来年或者多年后的 是属于 多年生的 因为它是讲来年 来年是第二年 这样可以是二年生吗 不过它后面的这些例子 什么桃啊 干啊 橘啊 柳啊 这些是多年生的植物 OK 所以这个是多年生植物 比较冷门啊 这个比较少考的 OK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 请你们去做你们的Google Form 虽然这个 虽然这个 作业我们讨论了啦 所以历届呢 也做掉哈 OK 今天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